這位伯伯慢慢走到喘氣 這位婆婆拿著一袋二袋 很辛苦地走上樓梯 這條剛剛在十月啟用 位於青衣長漢商場 和長青巴士總鎮之間的臨時天橋 每一位長者都走到叫苦連天 我們的老人家是很不方便 有何理由設計到這樣 舊那條更好走 最好改善一下 我不是住這裏 經常來這裏看醫生 來這裏看醫生 如果傷殘那些最好有性降機 舊那條你覺得怎樣 舊那條樓梯少些 這條多些 外言去高湖 記者發現這些樓梯級 明顯比一般天橋高和窄 有成年人踩上去 鞋尾都突出 不少長者更加要側腳走 萬一發生意外 後果不堪設想 這條村比較多都是長者 我們看到長青長漢村都是長者為主 我們看到很多路有記憶 經過一個必經之路來的 但除了長青和長安村的居民來說 外村的街坊朋友都會使用到 因為連接著這裏的商場 是有普通科門診的 其實我們過往都已經是 和承辦商反映過有關的問題 但承辦商堅持說這條樓梯是合法的 但我們留意到 看回法例 它只是合乎我們室內樓梯的規例 雖然我們看到房署都在詭辯 面對人口老化的情況 加上屋邨是以長者為主 處方更加應該因地制義調整標準 才可以做到以人為本 防委會回覆東網查詢時 引清臨時天橋的設計 符合相關建築條例的建築及安全要求 由此天橋自使用以來 並沒有收到居民在天橋堤島的受傷報告 東網記者梁如漢報道